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朝从建国都灭亡,长达五百多年 双朝定刀于恩是从盆庚开始的 盆庚是双汤的第九代孙,双朝的第十九个王 双朝曾经屡次迁都,盆庚定刀于恩不再迁徙 反映了这个时候农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 那些人要求定居下来 盆庚迁恩在双代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盆庚后第三皇武丁的时候 双王朝的统治达到了极盛阶段 盆庚迁恩后至双滅亡经八代十二皇273年 再也没有迁过王都 所以双朝又叫做恩朝 有时候也称为恩相或是双恩 盆庚决定迁恩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 在太甲之后 双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都很腐化 他们迷信鬼神又特别喜欢喝酒 他们是十足的寄生虫 自己不劳动一切事情都驱使奴隶去做 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 阶级矛盾十分尖銳 奴隶们大批逃亡 在皇室贵族当中争奴皇位越演越剧烈 有些人说应该轻忠递及 有些人说应该负死止计 宿侄之间兄弟之间 整日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 将国家搞到乱七八糟 阶级矛盾和奴隶主内部的矛盾削弱了双朝 生产荒废了 一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不再受双朝的折制 加上水路、干罕等自然灾害 令双朝这个奴隶制国家 简直维持不下去 正在这个时候 双朝的第十八个皇杨甲死了 杨甲的弟弟盆庚做了皇 盆庚是个有心计的人 他善于观察形势 觉得国家不可以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 应该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来缓和这些矛盾 挽救双朝的衰亡 他想出来的办法 就是将都城迁到恩 开狠坊地 长期定居下来 第一 印地的土地比较肥肃 自然灾害比较少些、轻些 在这里建设都城 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第二 迁都之后 一切都要重头做起 奴隶猪贵族不可以过分享受 这样阶级矛盾就可以缓和一些了 第三 迁都可以避免危险的反叛势力 都城比较安全 统治就可以稳定一些了 那个时候 同的野恋技术大大提高 青铜器的制作范围也更加扩大 恩城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青铜器作坊 有上千个奴隶在作坊里劳动 奴隶们用铜、石、银、三种金属做原料 野恋链铸造成千上万件虎、月、锅、矛、刀、軸等等的武器 顶、雀、菇、湖、盆、雨等等的饮食器皿 虎、斌、酌、钻、铲、铲等等的工具 很多青铜器造型十分优美 画文图案十分精巧 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形成了后来著称于世的青铜器文化 著名的斯武武大方鼎已经被考古学家从殷墟为止中发掘了出来 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这是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发掘到最大的青铜器 从双代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得出 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以奴隶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 盆庚千刀有一度复兴了商朝 令到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放出了灿烂奪木的光彩 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